拜拜 也是满满的棉味 那是不是 一下子就把大家拉进了我们新年的氛围当中呢 那过年呢 就是要跟家人还有朋友欢聚在一起 大家互相陪伴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今天我们活动的现场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 李宁的家人跟我们一起来迎接新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李宁运动潮流产品全球代言人肖战 欢迎站站 哈喽哈喽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们快跟所有的李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宁运动潮流产品全球代言人肖战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真的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但是过去这一年每次见到站站都有不一样的改变 对不对 没错 时而潮流 时而清新 时而优雅 时而运动 但是唯一不变的呢 就是站站脸上像太阳一样治愈的笑容 大家看到站站这个笑容呢 就是知道我们今天又有很多的这个福利 要带给大家了 那当然我们回想起去年这一整年的时间 也想问一下站站 这过去的一年如果要用两个字两个词来总结的话 你会有哪两个关键词来总结 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充实 然后以及充满着挑战 因为今年其实有尝试一些新的角色 那虽然很忙碌呢 个人也觉得非常的充实 是的 此别过去的一年我们马上又要迎来春节了 那站站作为我们李宁的家人已经陪伴大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新春 而且在每年的春节 站站都会和李宁携手给大家带来很多年味满满的温暖故事 没错没错 关注我们的朋友呢 肯定都知道啊 每年在新年的时候呢 我都会跟李宁一起给大家带来日进斗金系列的新年故事 那希望能够在新年来临之际呢 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和陪伴 是的 那其实日进斗金不光是我们这个新年短片的主题 其实也是我们李宁在每年新年都会为大家推出和更新的一个设计的系列 那今年的日进斗金也带来了庙会心愿这个新概念 当我们聚在一起就能碰撞出传统年的新过法 许下的新年心愿也会努力去实现 那这也诠释了当代青年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追求心意的创造的精神 那我们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穿新衣起新年 和奇妙相会让愿望一一实现 那我们提到新年每个人为了迎接这个新年都会有一些辞旧迎新的仪式感 那你想问问湛湛就是您新年的这个仪式感会是什么 新年的仪式感呢就是小的时候一进腊月的时候 家里人就会开始做一些过年的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贴窗花呀贴对联啊什么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带我去买新衣服 而且到了三十的晚上呢 大家还会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其实我们的这个回忆跟这个味道和味觉其实有很深厚的联系 其实陪伴就是最重要的仪式感了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为站站准备了一些有仪式感的 有这个年味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在现场站站可以玩得开心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桌上的一张 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第一个这个年味的活动 站站应该也能猜到我们要干什么了吧 这个这么明显应该就是不用猜了吧 就是做手工活捡窗花 捡窗花对 刚才站站也说到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这个贴窗花贴春联的习惯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 那窗花跟春联上面写的吉祥话都寄托着大家对来年美好的一个愿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要请站站来完成一幅这个新年的窗花 好不好 然后我们也准备好了这个窗花在这边 可以看一下 这是完整版 但这个完整版呢 现在上面有一个空缺 四缺一 这个空缺就要我来完成 对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空缺 应该是我们的今年李宁的主题 日 敬 斗 亚林 金 所以现在的金字就在站站的手里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站站来完成这幅日敬斗金的窗花 好 没错 开始 敬请期待吧 敬请期待一下这个手工课的成品 平时 会跟家里人一起捡窗花吗 其实不太会 不太会 其实都是买现成的 其实南方 嗯 我们会贴春联 但是窗花其实真的好像很少 很少会看到有自己做窗花的这种习惯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捡窗花吗 呃 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吧 但小时候应该也上什么手工课呀什么的 应该也会有 也会捡过 对 小时候的手工课应该是很好的吧 嗯 还行 嗯 还行 你们手工课都会捡什么呢 小动物我还是 太小了 我还真忘了 可能就是一些 哦 我记得小时候有做那个 嗯 橙子 然后把那个橙子给抠掉之后 做那个橙子灯还是橘子灯 哦 嗯 所以你看小时候还是有留下一些这个技能的印象的好今天一拿到这个金字就知道要对折 技能的一些基地 哎 有一些基础 嗯 所以一般像你们在重庆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都会有哪些习俗呢 哪些习俗就是跟家人一起做饭啊 其实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一家人团聚嘛嗯 就是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然后坐下来一起吃顿饭 然后一起过一个年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吃个饭第二天会去逛逛街买买新衣服吗 给长辈啊 会提前买好 哦会提前买好 提前买好在新年的时候就可以穿了 在饭上 是 所以一般家里长勺的是谁呢 呃是奶奶 哦 还有外婆 你会帮忙打下手吗 我 哎其实反而小时候不会帮忙 然后长大以后呢 反而会帮忙 会不会赶出来说你还是出去吧 我们自己来 当然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这种呃 中国人的家里头都是这个样子 大人忙的时候小孩一来帮忙 很容易会被赶出去 是 所以我就说嘛 长大了之后反而有帮忙的这个机会 嗯 所以今年过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今年过年当然是希望可以跟家人一起过了 嗯 嗯 一起吃吃火锅 是 完成了 听 哇哦 那现在我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贴上去 嗯 我们要把它捕进这个日镜抖镜的这个窗花里头 嗯 真是好久没做过这个啊 很细致的活 刚说完 哎 这个小朋友不经夸 刚夸完 哈哈哈 好 我们不着急慢慢来 把它 一定要对齐 对不对 嗯 这个颜料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拿来做 对联 对不对 在对联上写这个金字哈 也会用这种颜料 今天我们邀请站站在现场给大家来制作一下我们的 日镜抖镜的金光闪闪的窗花 哇 这个就 可以得到站站新一年的祝福也是非常的美好 这个给 非常细心的人来描这些金边 其实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一起 作为 穿花或者是写对联 也是挺幸福跟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只要家人在一起 做什么其实都 挺有意义的 对 小的时候过年 你们都会有什么样的 比如说吃完饭就出去放鞭炮 跟小朋友们一起 嗯 在楼下玩 会 放鞭炮是一定要的 嗯 反而小时候 不是很怕鞭炮 长大以后就觉得天方好危险 小的时候就是出生牛独不怕火 小时候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长大以后就不想 好 好 这个颜料 非常工程的 好 那现在呢 在最后 润色一下 哇哦 我们现在很期待你把这个金粉吹开之后 它的样子 看样子 这个漫向非常好 现在金粉已经 满满地铺在了金字上面 那 那就是变成奇迹的时候到了啊 各位 往前吹 怎么样 往前吹吗 吹一下 我很怕吹到我这边 三二一 最后一下 哇哦 完成 还不错 好好看哦 哇 这个金字真的是 在 赞赞的这个 加工之下 闪着这个 闪着金光 闪闪的金光 非常的好看 而且非常有新年的这个氛围 所以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 平安喜乐 胜千金 所以这个金字呢 自古以来就是非常珍贵的 那一句日敬斗金呢 其实也包含了所有美好的祝愿了 没错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 都能万事顺益 心愿成真 日敬斗金 是的 我们谢谢 赞赞的祝福 然后我们这个日敬斗金送给大家 大家也都能够积蓄满满的新年的能量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 这么多关于日敬斗金系列设计的意义 是不是 大家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去我们李宁的门店去逛一逛呢 来看一看我们今年的这个新衣服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 我们要带上赞赞去逛街买新衣服了好不好 真的假的 真的 那走吧 走吧 拜拜 我们今年的这个店铺也是非常的喜庆 已经开始逛起来了 已经逛起来了 对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非常时尚非常潮流的这个新衣服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赞赞来选购衣服 但是我们这个选购衣服有一些条件 我们现场可以看到我们桌上有三个这个场景盒子 分别对应着这个新年会出现的这个时间 地点还有人物 那赞赞呢一会儿需要在这三个场景盒子当中来随机抽取 俯成一个场景 OK 然后要请赞赞来根据不同的场景 为他们来搭配新衣的look 所以是为他们来搭配 看你抽到谁 然后你就要为他们来搭配这个衣服了 OK 所以首先我们就抽这个吧 时间盒子 时间 所以就抽 对我们抽抽看会抽到哪一天 蜡月26 蜡月26 好那我们接下来抽这个场景 蜡月26 超市 蜡月26 超市 然后跟谁去呢 妈妈 跟妈妈 蜡月26 这个 杀猪 宰羊肉 所以 蜡月26呢 要跟妈妈去超市来采购年货 所以你会怎么为妈妈来搭配 可以去超市采购的衣服 我看看啊 如果说要去超市的话 我觉得还是以舒服为主 舒适舒服为主 没错 嗯 那么对 李宁的衣服都很舒服 你要看一下挑哪个款式 你觉得 是适合 妈妈的这个超市OOTD的 我觉得 其实这样 还挺简洁的 而且很方便 嗯 所以是简约的这个 白色的浅色的上衣 但是蜡月26是吧 蜡月26 有点冷啊 有点冷 需要一个外套 嗯 再搭一个外套 这个吧 我可以帮你拿 嗯 这个卫衣卫裤 然后加上一个 带有毛领的 这样给它 搭一下 搭一下 对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一看啊 果然是这个 我们的代言人 哇 好看的 大家也可以抄一下我们的OOTD 在蜡月26这天 如果跟妈妈去逛超市的话 妈妈的OOT 对 可以给妈妈搭这个OOTD 但是 还有很重要的 鞋子 对 她也忘了鞋子 搭一双鞋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 这一双吧 搭这双 嗯 没错 所以这双鞋子真的是 哇 跟我们这个OOTD 非常的搭好 这个鞋子也是我们 呃 李宁的Future C1 是女子的 专属的板鞋 非常的舒服 然后搭上 后面这个小红绳 特别可爱 哎 非常喜庆 然后这一身 就很 贴心的帮妈妈搭好了 大家也可以 带上妈妈 然后来购入 这一身衣服 然后 可以在蜡月26这天 一起去逛超市 非常符合妈妈的一个 新年搭配 嗯 好的 这是第一身 好 那先放回去 好 我们先挂上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第二个场景会是什么 那刚才呢 我们是第一个场景 蜡月26 呃 陪妈妈去超市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会戳到什么 我们还从时间开始吧 好 时间 时间 会来到哪一天 大年初三 大年初三 看一下 场景 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 跟家人聚完之后 要出去跟同学聚聚了 那会是谁跟谁呢 大侄子 大侄子 所以这个新年一到呢 大家都会组织很多聚会 出去玩 那假如 站站有一个大侄 他要去参加这个同学的聚会 你会怎么为大侄 来进行穿搭 哎呀 这个很难啊 因为我没有大侄子 那如果假如 我有一个大侄子的话 那 那要不我来替一下 那太好了 走吧 我来想想 可以这样吗 输 立马认输 大侄 我觉得男生的话 我觉得男生一般就是以黑白 然后简洁 然后比较运动一点 可能卫衣 可能 可能卫衣配一个 刚好 可能一个卫衣配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棒球 棒球衫 先拿一下 好的 裤子的话 就这条吧 刚好也能搭上 统一的这个黑色 非常黑白 非常酷 是不是还有双鞋 对 这双吧 行 黑白配 它这个尾也是这个红色的尾 非常的喜庆 符合我们这个过年的氛围 所以 这个衣服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用这个服装来彰显自己的这个态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身衣服呢也可以非常好的来彰显自己的态度 跟同学聚会也是非常酷帅的一个表现 没错 而且想要在同学会里面脱颖而出的话 就需要一些亮眼的设计跟元素了 所以这个红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设计 是在一身黑白的这个搭配情况底下呢 然后这个红色就是非常亮眼 然后因为今年是龙年嘛 所以我们这两款的这个卫衣跟外套上面呢 都带有这个龙的元素 是的 那咱们中国传统的一句祝福语呢 就是龙盘柱背背腹 这是一个吉祥的寓意 那咱们日进抖进的这个系列呢 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精神都融入到了设计当中 喜欢吗 喜欢 好送你了 真开心 好了那是我们第二套穿单 那我先我先帮你挂回去 好我来 一会收工了找他们拿啊 好的 我帮我们那个刷卡哈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场景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第三套穿搭的这个场景会是什么 我们再抽一下 嗯 从时间开始 OK 年三十 嗯 好 然后场景 厨房 厨房 好这个也是 年三十最忙的地方 爸爸 爸爸 哎大年三十 厨房里的爸爸 这个爸爸要在厨房给大家制造美食 那大展身手的时候需要穿什么的衣服呢 接下来 开始给这个大厨来准备厨房的OOTB 嗯想想啊 对看看有什么搭配的思路 因为这一件毛衣呢它是以红白为主的嘛 嗯 然后我希望它里面可以再加一个红色的一个内搭 哦 然后露一点点红色的圆领 哦 细节控 细节控啊 可以体现出在这个 我们要露出一个圆领的领边 哎 这个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个 毛衣 呃裤子的话还是选这种比较舒服的这种 嗯 运动的裤子吧 嗯 是我们的这个卫裤 所以我觉得这身搭配呢也是非常好的寓意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衣服上面有这个龙的元素 对不对 这个龙的元素呢是刚好符合我们今年的过年 然后这个红色的内搭呢 其实也是在除夕这天穿的以后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来寓意着来年的好兆头啊 而且这么穿搭也非常的有层次感 嗯 鞋的话就这双吧 嗯 选它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双鞋非常的眼熟 哎 001初心VR 嗯 这双鞋呢我之前拍摄的时候穿过 嗯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爸爸穿上之后呢也可以非常舒服的在厨房里头为大家来制作我们的年夜饭啊 这个考虑的细节也是非常的周到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三套穿搭 谢谢战战 OK 那刚才战战已经完成了我们三套新年场景的这个服装的穿搭的搭配 那既然我们的这个窗花刚才已经贴好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新年的战袍也为家人都已经搭配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新年还会有什么最重要的环节等待着大家呢 那当然是春节回家一起吃顿年夜饭 没错那今天我们也为战战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年夜饭 而且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特别的惊喜嘉宾 接下来大家就要换上战战刚才精心搭配的服装 一起来展示新年一家人的OOTD 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战战也可以大饱口服 OK走走我们吃饭去 吃饭去 吃年月饭了 再次的欢迎站站 还要我们现场几位惊喜嘉宾 这几位嘉宾站站应该很熟了 对对对 叫你来介绍吧 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一支 日镜抖金系列短片里面的家人 没错 这位是非常熟悉了 陪伴了三年的爸爸 这位是铁打的爸爸 流水的妈妈的新妈妈 还有短片里的小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年月汉的现场 所以想问一下 我们合作了三年 对不对 杜老师跟站站做了三年的家人 做了站站三年的爸爸 什么样的感觉跟他在一起合作 首先是很荣幸 作为站站家人太荣幸了 就是很开心 现场我们工作创作起来 也很顺利 大家在欢笑声中就把工作完成了 何乐而不为啊 所以这是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 对对对 所以站站跟杜老师合作 也很开心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短片里面 以家人的方式去相处 对很开心 大家拍摄都很开心 对就是拍摄的时候其实就像过年 对不对 整个氛围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在一起就是又可爱又温馨 然后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的家人们 刚才站站站为你们来搭配的衣服 这个最深OOTD你们喜欢吗 喜欢 太喜欢了 喜欢 我们先问一下爸爸 杜老师 每年都是他来替我搭配 没错 首先他的审美我觉得很好 美上再现 衣服穿起来很舒服 舒服很重要 而且有符合年味是吧 然后还很年轻化 几方面元素都设计到了 挺好的 过年穿特别特别好 而且过完年其实 穿一整年其实也挺喜庆的 看来爸爸非常满意 那我们要问一下妈妈对不对 这个搭完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呢 这身衣服 特别的漂亮 我还在说给我留下吧 我们就留下来好不好 那既然就是要想要留下来 我们不妨我们用照片 把今天这个非常好看的穿搭 给留下来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服好吧 正好 这个年夜饭一定要拍全家服 哇这非常好看的我们李宁的衣服 加上来来来看镜头 三二一 日记岛基 好嘞 OK 好 来来来我们请坐坐 谢谢 慢点啊 一会来看一下照片 你坐 你坐 出来了 马上一会就 马上就可以坐 可以吗 这样非常贴心 可以 好久拍照没有闪光灯了 有点迴影 有点迴影 以前用胶卷相机的时候 不是现在用手机拍好像很少有闪光灯啊 对今天让他找找这个复古的感觉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显现出来我们全家服的样子 好期待哦 是的 那我们其实桌上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美食哈 年夜饭有鱼 对不对 炸丸子 然后有这个饺子 对不对 然后还有对战战最爱的火锅 火锅 对 所以我们对 很好吃 我们就冻块吧 好不好 来吧 来吧 吃起来 吃起来 来吧 他们倒是不客气 来吃吧 吃吧 小朋友最不客气了 来吧 吃起来 其实 我们说起年夜饭哈 好像每个地方这个吃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 反而我是 我们那边是福建 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我们叫 果 对 是拿糯米 做的 里头会有这个豆沙 还会有花生碎 然后把它压成一个像饼一样的样子 把它蒸熟了吃 是甜的 然后呢 有一句闽南语叫做 假粿烫鸡会 什么意思 假粿烫鸡会 它的意思就是 吃了这个果 明年就可以日进斗金 嗯 哦 闽南一定要吃一个吧 有没有 今天没有 哈哈 说了半点 明年我给大家带好不好 你说好了 这就是我们那特有的一个甜品 所以想不想站站重庆那边有没有什么这个必备的菜品 重庆的话就是 比如说火锅嘛 对吧 然后水煮鱼 麻辣牛肉 对 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 基本上就是这样 都是一些比较辣的 辛辣的 没错 所以我们各地的这个菜单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新年到来的时候呢 总是少不了家人的这个团聚和陪伴 其实大家在一起吃这个年夜饭的时间呢 一起筹备新年的时间 都是你看像我们现场 就是一个传递爱跟温暖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所以今天大家坐在一起 欢聚也是提前带大家过年感受这个新年的氛围了 真的啊 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是一个拍摄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其实我们坐在这里这个氛围特别特别轻松 真的很像一家人 然后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所以不管是我们吃年夜饭 或者是我们带着爸妈妈去逛街 带着小朋友去逛街 它都是我们新年特别珍贵的回忆 那不管是年夜饭还是其他年俗 其实都代表大家对来年的向往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愿景 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新年的祝愿 每个人都有 好吧 我们从爸爸这边 杜老师来看一下您的这个新年愿景 甜包胖胖身体棒棒 特别好的一个寓意 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这个新年不光要吃好 大家还要这个注意身体的健康 穿着我们这个非常帅气的李宁的衣服 然后多多的锻炼 多多的运动好不好 要保持这个身体的健康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得心应手 是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在我们当下 就是所有年轻人特别想要实现的一个新年的愿望 也送给这个荧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好不好 来得心应手 接下来 这个心其实大家解释为心水 但其实原意是柴火的意思 越烧越旺嘛 过年 大家都越来越旺 非常好的一个造手 是的 得心应手送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站站的 老朋友了 日进斗金 日进斗金 那我想把这个新年的祝愿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运动 然后多吃不胖 龙马精神 日进斗金 那也希望未来的一年呢 都能健康开心 万事胜意 那也希望自己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期待来年可以看到站站更多好的作品 这个站站的愿望都可以早日实现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小朋友的 小朋友 逢考必过 逢考必过 你给大家 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看 子琪 你有考试吗 你请问 你几岁 我七岁 我上一年级 我还没有考试 你还没有考试 那你就把这个祝愿送给我们这个屏幕前的哥哥姐姐吧 好不好 逢考必过 自己留着 总要考的 总要用得上 哪一天总会来的 逢考必过 你也是逢考必过 太好 所以我们希望 小朋友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业 妈妈 妈妈是什么样的 祝福 我们看一下是 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 这个意义有点多 不管是 你是遇到喜欢的工作 还是喜欢的人 对不对 我们来年都可以双向奔赴 非常好的祝愿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对 我们的这个 许愿卡的互动呢 也可以在 李宁的日镜斗金的主题 H5页面当中来参与 带大家 云游李宁庙会 开启新年新愿 那最后我们也想问问 站站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现场 整个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就是很开心 然后很温暖 跟李宁一起提前过了年 是我们也跟大家一起 跟李宁一起提前过年 那不知不觉我们聊这么多 今天跟站站也是做了很多这个新年的准备工作 对不对 我们剪了窗花 贴了窗花 然后挑了这个新衣 然后吃了年夜饭 吃了年夜饭 是 也聊了很多关于新年的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刚才大家 以为我们各位能送去了新年的温暖 很多珍贵的瞬间 那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年味 要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都可以在新的一年呢 继续奔赴热爱 全力以赴 那更重要的就是要在新年 穿李宁的新衣 为自己的新年 天彩唤星 最后我们要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日进斗金 好吗 来 我们一起祝大家 新年快乐日进斗金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打一件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快快快给我 这那个很大的那件是吧 今天说 她说很大的 好 后面 后面卖关键 关键 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